日岁香农会相当重视农村妇女的权益 也透过家政班组织系统开班授课 母亲节前夕特别邀请原浆老师 以各种花卉进行母亲节花篮的DIY研习 家政班的姐妹们个个都踊跃参加 欢喜地表示自己的母亲节礼物自己做 乐趣多也很有成就感 这座母亲节花篮送给自己 家政班姐妹们信手年来 绿叶花卉统统成为了创作素材 发挥姐妹们的艺术天分 温馨五月即将来临 日岁香农会率先为家政班 开办母亲节花篮DIY研习来应景 而家政班员各个热烈参与 专业园艺老师从花卉植物素材的介绍 到制作过程详细示范教学 家政班姐妹们也全心投入 欢喜地说 亲手做自己的母亲节礼物乐趣多 而且很有成就感 看哪新盆栽 看哪新盆栽 那母亲节都是小朋友或是别人送礼物给妈妈 我们要自己做 没关系 没关系 送花盆包装 自己做花盆 自己庆祝母亲节 这是人家送礼物给你们吗 自己送比较快 差不多吧 自己做比较快 我们先购母亲节 若是向农会高度重视农村妇女对农村产业的影响力 也透过了家政班组织系统开办传授各项心知与技艺 同时也配合时令节庆规划各项研习训练课程 而随着母亲节脚步的接近 就特别开办这一堂母亲节花篮DIY研习 让家政班姐妹们开心的碾花热草 一方面祝福我们全地下的妈妈们 母亲节很开乐 那另一方面是感谢我们所有的家政妈妈们 在这一年来对我们挪威的一个支持 跟对我们这个家庭的一个付出 同志员小小会议教室 家政班姐妹们的母亲节花篮制作 记忆信手拈来 创意更是百花齐放 看见班员们各个快乐学习 前来勉励的农会总干事黄胜黄表示 在花莲新冠肺炎疫情稳定控制之下 今年度假任班各项研习训练课程也将如期开办 提供农村妇女姐妹们一个吸收新知快乐学习的平台 记者石玉兰瑞瑞瑞采访报道